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花缺水的 我发现这一个绿螺的这个盆土表面有点发白了 我提一下是不是缺水 哦 水比较浅了 要给它焦点水了 这个绿螺在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正是它这个生长旺盛的时候 对水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最好每天都要来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缺水了 像我的这个焦带就有点晚了 我发现它的这个叶子有一些都发黄了 在这个夏天如果这个绿螺叶子发黄 要么就是被晒伤了 要么可能就是缺水了 这个老叶子就开始发黄 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点 夏天给这个绿螺浇水除了要及时浇以外 最好还可以给它的这个叶面上面 喷喷水 蒸蒸湿 这样的话可以起到降温 洗叶片的作用 这个绿螺它的叶片就会绿油油的很好看 其他的话也给它们喷喷水 蒸蒸蒸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